兩位選手在擂台上廝殺 仔細喬這一位的右手竟只有一般人的一半 但如果因此小看他那就會有悲劇發生 精準的拳擊技巧搭配犀利的腿法 這位獨臂泰拳手並沒有被殘疾打倒 反倒攻勢淋漓 內圍控場也能利用天生的劣勢轉為攻擊優勢 幫助他在賽場上濾戰濾勝 他是Jack Peacock 這位真人版楊過出生於英國 當年母親在懷他時其實進行了多次超音波檢查 卻沒有檢查出Jack的殘疾 因此在他出生的當下才發現竟是一個獨臂寶寶 當時爸爸媽媽嚇了一跳 但雙親並沒有因此放棄他 反而決定鼓勵Jack從小就要培養運動習慣 希望他能過著跟正常孩子一樣的生活 不過就算有父母的支持 在學校裡難免會被同侪投以異樣的眼光 在11歲那年發生了一件事 改變了他的一生 某個週五放學時 Jack被搬上一名比他身材高大的同學威脅 要他到操場上打一架 當時Jack知道如果逃避霸凌的狀況就只會越來越惡化 因此前往迎戰 卻沒想到在眾人山校起哄圍觀之下 他三兩下就把這位同學給撂倒了 自此沒有人敢再欺負他 而這位同學最後也向他道歉 兩人變成了好友 這一年Jack對無數產生興趣 開始練習空手道 自此開啟了格鬥之路 特別喜歡打擊技的他 很快的在格鬥領域展現天賦 居家搬到加拿大之後 他打了幾場業餘泰拳賽事 發現能使用拳腿軸西的泰拳 就是他的一生之愛 在職業戰場上留下連勝戰機 終於站上了夢想的萬賽場 這位獨臂大俠要來證明自己在世界舞台上也行得通 除了不智慧的 不智慧的 對方的 3比0一致判定獲勝 Jack Peacock這晚的表現驚艷了全世界 就像他曾說過的 希望人們能被他的奮鬥故事給激勵 他無懼殘疾勇敢追夢 誰又該親言放棄呢 他無懼殘疾勇敢追夢